甲安夏公所新手慈祭医院共照中心 还有慈祭基金会 以及天主教师智老人基金会 推展师智友善乡城 16号上午时参联 全线师智共照据点 在阿美文物馆举办了成果发表会 也带来花莲唯一一场 2021我爱阿玛尼公益舞台剧 为现场将近200位长辈们 带来欢笑和感动 也让暖心陪伴师智友善观念 升值人心 阿美文物馆外头 摆放了三顶大帐篷 有的长辈们在编织 也有的在制作防蚊薰箱条 这是吉安厢公所与慈祭医院 为了响应国际师智协会年度主题 所办理的系列活动 16号上午串联起全线11个公照据点 进行成果展出 有淑珍乡厂长其实很 平我们在社区推动师智的一个友善招呼 所以特别把我们原来据点展示的场所 是室内搬到户外 那昨天晚上搬完我们风雨过后 紧急搭的帐篷 让大家有更充裕的空间 那今天其实是我们希望让社区民众 看得到我们如何在社区的 借由师智这样社区据点来活化 师智长者的能力 以及提升他们 能够这个生活的品质 能够更好 也就是走出社区跟民众接触 活动中 天竺教师智老人基金会 也带来今年度 华联县唯一异常的 2021我爱阿玛尼公益舞台剧 以幽默辉谐的方式 为现场进200位长者们 带来欢笑与感动 更让暖心陪伴 师智友善等观念 深知人心 那其实我们这个阿玛尼的舞台剧 其实已经是巡回第九年了 那在其实这个疫情之下 我们也看到说 其实公道中心 有些地方是都没有开的 那其实在照顾的压力上面 其实对家属来讲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这些长辈 其实就变得没地方可以去 那在我们这次新的巨马 我们也特别加入了一件事情 就是照顾的资源 我们怎么去找寻这件事情 那就把这个巨马 融合在这个巨里面 也是希望透过这样子 去轻松幽默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认知除了失智症 它有什么样的症状 另外还有最终的就是 我们的照顾资源 怎么样去找寻这件事情 既然乡已经连续两年 打造全乡绵密的失智服务网络 与春林社区社团企业 医疗学校商店等 共同签订友善合作意向书 希望透过友善小天使 其心为失智患者 打造爱的世界 友善环境 也藉由失智据典 多元健康活动 促进互助了解 达到理人为美 守望相助的社会和谐 记者许立琴 简安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